大家好 我是小时 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龟友新买到亚具会遇到的几个问题 比如说刚放亚具到水里面可能是会浮水 或者是在水里面的时候 眼睛那里会有一点像腐皮的感觉 然后这几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然后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分享 很多龟友说买回去的亚具会浮水 因为亚具刚到家 呃 他那个 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亚具的面积会比较大 所以说有时候放下去会出现一个浮水的一个 状态 但可能都是一个假箱 大家看一下这种放下去 他也是有微浮水的一个状态的 但是如果正常开始或者精神状态没什么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后期保持一个 温度的一个稳定 然后还有 就是因为运输过程中都会打包 打包的时候都会放一些 叫 一些电材 比如说放一些 纸啊或者一些草啊或者是一些苔藓 那 归归在运输过程中就会磨到这个眼睛这一部分 因为这个 因为刚出来的苗子都是非常细皮嫩肉的 所以说就容易磨损 磨损很容易起一个白白白眼的一个 或者是说我所说的一个白眉的一个状态 但基本上如果是温度好的话稍微阳净天基本上都会没有了 到家了之后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 经常的拿手把玩 这种小龟因为他们的 壳都还比较远 然后适应能力也比较差一点 所以说那么小的龟龟 我们就是回去到就是静养 几天然后再喂他喂食就可以了 如果你经常拿到 手里面把玩的话就是 可能 龟龟一直都不开始 或者是有时候因为温度温差 可能会造成他感冒 等各种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喂这个小龟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想把玩的时候都先想一想 为了龟的健康还是说尽量把玩但是我们投喂的时候可以拿着这种 小叶子 小嫩叶去 逗一下他溜一下他或者是拿一些水果 香蕉啊 香蕉啊或者是番茄都可以的 但是就是尽量先不要把玩 等他大一点 之后 再把玩其实也不迟的 好了朋友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如果什么想问小吃的可以私信小吃 晚下个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